《胡瓜综艺大集合》惊传录影意外。 女歌手跳高台倒得不齐紧急送衣。 目前状况曝光。 《胡瓜的伙伴节目综艺大集合》一直以来与许多艺人合作,挑战一些关卡破关。 内容相当丰富搞笑,不过近日却传出了录影意外。 一位女歌手竟然伤到肋骨骨折当场倒得不齐紧送衣,且伤势还不算心,让许多人都相当关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。 根据ETTK星光云报道,歌手郭廷军在录节目《综艺大集合》发生受伤意外。 他送医后更表示事情发生当下脑袋一片空白,只觉得很痛。 而影片中也还原当时状况,他当时在台中与队友们在玩游戏。 从高台下跳下后趴在系定上后,却迟迟都没有动作。 就这样一动也不动趴在那边,让当时的人下翻赶紧上前查看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。 后来发现郭廷军完全无法动弹,且相当的疼痛,制作单位随即送他到医院就职。 影片中郭廷军站在高度约有一个人棒的跳台上往下跳,当时他呈现大自行的趴倒姿势。 落地时把全部气球都压爆,脸深深地埋在气垫当中,固定班底阿翔立刻发现情不太对劲。 。 工作人员纷纷纷向前但却不敢移动他,赶紧叫救护车来帮忙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。 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制作人萧介修在受访时表示郭廷军往下跳时因为姿势不对,跳下来时用手去撑。 。 宋医治疗后医生发现他除了有挫伤外,还诊断出了肋骨骨折必须休息。 郭廷军事后也在脸书上表示当时听到肋骨卡卡二声,我真的吓坏了。 。 不过还好目前只需要休养,不要再做大动作的动作,慢慢让骨头复原即可,是不幸中的大幸。 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事实上,综艺大集合过去也曾发生过意外。 。 女魔Killer,邹宁恩,在2017年12月就曾经在录影过程中出意外,导致肋骨骨折。 。 。 这次又传出女歌手跳高台的意外。 。 让不少民众质疑是不是这项游戏本身的危险性太高,会不会废掉这游戏关卡。 。 制作单位表示会积极讨论来做改善,也相当的对郭婷军感到抱歉。 。 目前他人在家中休息,明日预定出国的工作也不受影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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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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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